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三农观察吧 咱又说了那三农的事了 在三农的问题上啊 现在呢 我们要从在宏观的上面讲了 因为那这个一到三农呢 就说减刀差 蓬勃农民 减刀差是怎么造成的 那当然可以说 你看嘛 收入增长有减刀差 GDP增长也有减刀差 在剪刀差呢 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就是讲呢 你想工业的发展速度 农业的发展速度 两个发展速度不一样 然后画起图来呢 一个是比较平 一个呢 从往上跳 挺像那一把剪刀一样 中间有个交叉啊 这样的发展呢 快速的工业呢 就起来了 然后农业呢 这个收入啊 整个的农业呢 在全体的收入当中呢 越来越低 我们呢 对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剪刀差 说完了以后 说剪刀差 掠夺农民的时候呢 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个数据 另外一个数据讲的是什么呢 叫做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讲的是啥呀 讲的 那就是你的食品 呃 占这个所谓的呢 这个里头的支出啊 占的你的里头的比例 就是我们的收入里头有多少 你要变成食品的花费 这个影响很大呀 如果你这个社会呢 是否富裕 跟你啊 多少钱花到吃饭是有关的 就是说你呢 这个到底富裕不富裕呢 如果是在食品的那个花费上 和相对来说呢 你的吃饭的那个花费上 也就是说啊 是越少越好 因为这样你多的钱呢 就可以干别的 你要是穷呢 呃 所有挣的钱呢 都吃掉 也就是说在中国在前三十年原始积累的情况下呢 基本上好像大家的收入就都是用于吃饭的 到后来呢 你的收入啊 呃 需要我们现在看呢 呃 可以这么讲 房贷可能多一点啊 各种买房子啊 买食品啊 相对来说呢 吃饭呢 呃 收入占的比较少 而且呢 吃饭占的多的呢 都是比较穷的 很多时候呢 对于这个城市人呢 呃 实现了叫什么 猪肉自由 或者叫吃肉自由嘛 你想吃肉就吃嘛 在历史上呢 你不但是把钱啊 都用于吃饭 而且呢 你那个吃肉呢 一年吃不了几回 这仨月不知肉滋味 那是经常的事情 对吧 你能顿顿吃肉都是一个很奢侈的梦想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要看这个恩格尔系数 对吧 你的恩格尔系数是我们社会的发展 但是啊 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恩格尔系数和剪刀叉 这两个东西 实际上呢 就像红楼里的风月宝剑一样 是镜子的两个面 为什么说是镜子的两个面啊 你就想一下就是了 食品的价格是多少 跟农产品是挂口的 农产品的价格 你还要加上它的流通加工 对吧 食品加工 把这些都加上 才能最后呢 变成食品的价格 你变成食品的价格以后啊 你就可以知道 你呢 是肯定要是在总的这些 全社会嘛 变成这个总的农产品的产出上所占的比例 对吧 你要是说那恩格尔系数 你占的比例 食品占的比例低了 那你总的农产品 所占的比例要更低 这才是这问题的实质啊 对吧 你农产品嘛 要占的更低 那就是说呢 我的工业的发展 我其他的呢 都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收入 也就是说工业和服务业呢 收入要远高于它 你可以看啊 就是说啊 在中国的这个数据呢 中国的现在 整个恩格尔系数呢 百分之二十几 也就是说的话 你的收入百分之二十几呢 是食品 这百分之二十几里头啊 如果这事算一算 就是明白了 农业品的增加值7% 涉农的16% 什么叫增加值啊 生产粮食你也得要用大量的工业品啊 你那个肥料啊 你的柴油啊 都是工业品 所以你呢 你虽然说它的价格可能是百分之十六 就涉农GDP百分之六 它的增加值只有百分之七 是这样算的 然后呢 你再加上一些商业 加上什么 再加上你的收入里头呢 百分之二十几是用于呢 购买这些食品 是这样的状态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状态的时候是什么 它整个的农民的收入就是等于农业的这个增加值百分之七 你农业的劳动人口现在呢 可能最新的数据是百分之三十八 但老一点的数据百分之四十几 反正不到百分之五十了 我们就按着百分之四十算 你就可以知道百分之七 百分之四十 那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的农业的这边的这个一个劳动力的收入 你呢 百分之四十的人呢 占百分之七 百分之六十的人呢 占百分之九十三 你是这么样的一算啊 你就知道这个一个工业人口的这种劳动的收入呢 你要是一个农业人口的六七倍 你要是如果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呢 你农村就是比较贫穷 这是可以对等的算出来的 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模型啊 你讲这个模型你就算出数据来了 而且呢 我们看一看世界各国 其实我们也找一下跟中国呢 咱们可以对标一下 你看这个印度 印度啊 你看这个恩格尔系数还可以 比中国呢 虽然说呢 高 高的有限 但是这高的有限的背后是什么呢 可以跟大家讲 印度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呢 是中国的一半 也就是说啊 你虽然说 你这个花的食品的钱少了 但是呢 你吃的还少呢 食肉自由可能有点困难 很多印度人实际上呢 是没有食肉自由的 对吧 而且呢 印度的贫富差距很大 也就是说他富人可能消耗的很多 他穷人消耗的更少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包括呢 人家还生产有机食品嘛 然后印度的那个奶制品 前面我做过数据调查的 那是全球排在中国前面的啊 那个印度人群吃奶很多 养了好多牛呢 富贵的人呢 是可以吃奶的 包括呢 印度教里头说食素的 我跟你讲啊 素食者是可以吃奶制品的啊 奶制品不算素的 人家得了解了解这些知识 所以这个印度呢 那个是这么一个真相 你是否愿意这样呢 对吧 你印度的其实普通的底层的 还是有好多饿肚子的 再往下看呢 就看看美国 美国是个什么状态呢 美国啊 在这个表里头 你看看它不到10%嘛 而美国呢 虽然比中国小 就是差不多中国呢 的一半 美国其实这个还有个厉害的 美国人均粮食消费 两千多斤呢 我们是900斤啊 它的人均粮食消费比中国呢 差不多两倍半 这个差别就好大了 它吃的多呀 好多人 那个三冬公司说 你看美国这个体质不好 全是吃了好多大胖子 当然你吃太多 吃成大胖子也有问题嘛 大胖子很多 什么不生态呀 什么很多 浪费呀 吃的多 而美国呢 你可以注意一下 其实它本国的那个农业GDP的增加值啊 只有0.84% 我记得是这么个数据 它只是说呢 为什么讲增加值呢 它也是石油农业 大量的石油 使用能源 它不是它的增加值 它增加值就比较少 而且同时呢 美国大量的补贴 农民的收入呢 大概有一半来自补贴 跟日本一样 把这事儿一算 这个事儿 故事不是很不错嘛 对吧 这个故事呢 你这么一看啊 那那个美国呢 当然就过得挺很幸福了 它又比你少 又那什么 另外呢 你可以看一下日本 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呢 跟中国差不多 但是你要知道 日本的人均粮食比中国少 日本的粮食比中国贵好几倍呢 所以它的日本呢 它的GDP比中国高了好多倍 它就人均GDP高了很多倍 但是人均的那个恩格尔系数差不多 人均的粮食消费很贵 你再可以看一看啊 所以这件事儿是什么 有些人要讲人均 讲人均多少 人均粮食消耗量多少 你像那个日本的农业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也讲了 日本农业的话 农民呢 最大的数字是8% 有小的1.5% 可能呢 3% 美国的农民呢 可能就2% 印度的农民是多少 印度的农业人口呢 可能还有7% 80%的 比中国多多了 所以它同样的这个事儿呢 你最后一算 他的农村人口 它的恩格尔系数又是什么样子 所以把这些数据都算一下 以后就知道什么 你这件事儿呢 实际上它告诉你了一个道理 就是说你呀 既想要恩格尔系数好 又呢 要剪刀叉 实际上剪刀叉和恩格尔系数是对上的 所以剪刀叉是就是必须的 而这时候呢 你要希望呢 农村的生活呢 跟城市相当不下降 从宏观数据就可以算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这个数据是什么 就是农村的人口 从事农业的人口 必须少 而这个在必须少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它让你这个农业人口减不下来 就是印度的方式 印度呢 各种农民啊 维权啊 各种产权啊 各种利益啊 它使得印度呢 总是这个农民人口膨胀着 而且农民人口的膨胀呢 它就是农业社会 所以怎么样子打断中国的这个崛起啊 它就是让你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一个转变 给你掐断 也就是说你的农业人口呢 总要是很庞大 其实现在是中国呢 是农业人口工业人口差不多是个拐点的状态 也就是说呢 工业人口刚刚超过农业人口 但是呢 社会矛盾很多的状态 然后我在拐点的时候给你制造矛盾 这也就是我们下期要讲的 这个怎么搞你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给你怎么样子呢 让你发展缓慢 其实印度的好多的发展缓慢 它就是因为它庞大的这些农业人口的拖累 它的农业呢 一直都是属于一个很穷的状态 不要简单的说它这个穷就有什么廉价劳动力 就有出口产品优势什么都不是啊 还有好多人呢 你必须去种粮食呢 你必须去种粮食的结果呢 就相当于上山下乡 所以呢 他希望你能遏制这种状态 你看嘛 我们呢 刚刚跨过这个工农分界线的时候呢 你看有些人就在鼓捣着你 市民下乡啊 干个什么 尽可能呢 都还乡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怎么样子能迟滞你怎么去干 而且啊 这个里头为什么对中国有一些很多不利的影响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种农易商 而这个易商啊 他当时的商应该讲的是工商 就有工业有商业的 就能成规模的工业也算 手中作坊可能不算 这就是他种农易商的一些政策 所以很多现在呢 很多咱们的文人看的这些政策呢 他觉得这个种农易商呢 从自古以来的 更是蒂固的 就觉得这事是个合理的事情 而实际上呢 这事他并不合理 你按照我们自古以来的 种农易商的政策来做的话呢 那意味着你就永远是农工社会呗 你别到那个工业社会去啊 对吧 而且呢 那种农易商为什么要易啊 前面的话呢 其他事我写过 有田氏带齐啊 田氏是干嘛的 当年田氏是齐国的公正代表什么 他就整个工业他管 工商业他管 通过工商业 通过田氏带齐把政权换了 实际上啊 这个资本的和平演变 在中国呢 2000年前就发生了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我们既要反对 种农易商 也要反对资本和平演变 这两个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说为什么有些讲集体啊 不能讲国家资本主义啊 要讲我们的社会主义啊 要讲我们的政权啊 讲我们党啊 其实这个现在呢 我们对三东公知的一些问题啊 也就说了一半 他的很多更多更深层次的这个理论问题呢 会逐步的给你展开 而且有些事呢 就会到本人很擅长的领域 因为对于这个所有的这个土地的政策 咱们还是比较了解的 以后啊都会慢慢的去给大家讲 那怎么说宏观上他去做出他的模型 去遏制中国进行呢 崛起 所以他在这个宣传的里头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这就很清楚了 谢谢大家 下期呢继续给大家分享 再见